以戒为师的底线是什么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戒是佛亲至的,我们后人,现在也有人提倡说要改戒相,修理戒相。 现在有大德,某大德公然提出来,跟他弟子讲说,小小戒可舍。 譬如说不非时时戒,他说,因缘,智戒的因缘与现在不合时宜,不应吃。 他就直接这么讲,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,他说就不用迟了。 譬如说比丘尼半四毒,他说,这是过去的情形,现在不需要。 要这样说,那戒都不用迟了,迟啥? 那以戒为师的底线是什么? 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,你做不到只是说惭愧,我们做不到,但是也有人能做到。 不能说你因为做不到,不适应,我都把它改了,适应我就迟。 这样一来,以后怎么样? 古来大德弘扬戒律也都没有这样说要去修改,哪里合适,哪里不合适。 你可以看看祖师大德们的著作。 近代的红仪大师也好,还是其他的几位大德,他们也都没有这一种论调。 现在已经有人这么论调说适应的就迟,不适应不迟怎么可以这样呢? 这样很快,看见没有。 这样很快,这个戒法就很难弘扬下去了。 我们比丘现在再不努力一把,那就很快面目全非。 诸位,我可能日落西山快了,你们还能看见,你们还年轻啊。 到你们老的时候,戒律可能会改得面目全非。 现在已经有人这手去这样高调的去回紫皮泥,有这么严重。 我们要学呀,应该尊敬界。 三世诸佛都是如是。 佛是三界导师难道就不懂吗? 因为只是现在我们根性漏裂,很多做不到。 做不到,要必须看到,要知道才是。 如果说做不到,连知道都不知道。 那就很惨了,很悲哀的一件事情。 你说戒怎么去弘扬? 僧团怎么才能庄严呢? 大家都出来改戒,你会改成怎么样子? 祖师都不敢制定,菩萨都不敢制定,那现在人就敢这样。 几年前,有一批海外的大德,他们在斯里兰卡还是在泰国,他们就结籍,重新结籍,第五次结籍三藏,他们就这样。 结籍,其他没什么太多结籍,就改变戒本。 他们都后面加了什么,除时因缘都是除时因缘,做不到,除时因缘,不非实时,除时因缘,应当学。 是这样,那么这样就会把戒律改得不成样子。 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事实。